中兴网杭州12月20日电,记者方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出国,面对海外优厚的挽留许诺,他为何毅然选择回国?他理论基础扎实,本可以著书立说,陈霸时为时要要选择研究猪病,为养殖户服务,他是一个爱清洁成痞的人,为时要让他能长年与死猪病猪打交道,坚持在又臭又脏的环境中一干就是数十年。 连日来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所研究员王一成的生平是基金中央主要媒体播发后,在广大科研人员、网友以及基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浙江政府以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追击证明海归知识分子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一成。 王一成是去牧兽医所的台著,是浙江省最权威的猪病专家,他为浙江一千多个规模猪场做一并防控医治服务,只要发现疫情养殖户一觉,他便会不顾一切赶去。 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勇阳阐述,王一成没有假日,没有周末,除了上班时间做实验,其余时间大多用来下乡服务养猪户。 浙江省农业有限公司的阮张峰谈及王一成,几度哽咽,他回忆了2004年猪是王一成的时候,那时阮张峰父亲去世,他辍学接管猪场,背着父亲献下的700万元人民币债务,又面临猪场每天死亡20多头猪的困境。 剩下,烈日当空,猪场病死猪堆积,几百米外都难忍腹臭味,王一成老师想都没想,跳入画师池,解剖取样,整整忙了两个多小时。 阮张峰表示,从那天开始,王一成几乎包揽了他猪场的全部防疫工作,十多年了,他没有收过我一分请,诊疗费,我送红包,土特产,都被拒绝,每次来猪场, 他都特意避开饭店。 王一成夫人写的一份回忆,信中阐述了一个王一成的工作片段,2012年大年初一,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谭笑接你的手机铃响了,我的心习惯性的揪了起来,我从你接电话时的眼神和表情读到你又有事了,看到你挂了电话想说又不好意思说,这样的表情。 这些年来我看得太多了。 王一成的夫人表示,当时王一成是怀着迁就离开家人奔赴温岭猪场的,王一成向家人解释,猪的疫情随时都会发生,临床受医工作者就得365天待命。 据悉,王一成的车长起跑基层,里程超过60万公里,从没向单位报销,过过路费,过桥费,汽油费,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就好了。 他说,王一成还立下了一个规矩养住户上门不收门诊费,自己下乡不收出诊费。 2017年4月中旬,王一成被确诊为未严晚期,他的第一反应是隐瞒病情,直至5月下旬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完了,他才住院。 王一成同志士共和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学成后回国多年如一日,欣喜百姓,忠于事业,一心为农,全身轻服务于农民,现身于他钟爱的畜牧授业,做出了平凡而伟大的业绩,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这种精神值得浙江全省农业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和党员干部学习,浙江省委书记车军于日前如是批示。 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陈金彪表示,王一成是浙江省农业科技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把论文写在浙江大地上,把毕生的科研成果应用到虚目养殖业的最前线, 是浙江全省各行各业特别是广大机关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湾。